欢迎回来 身在马来西亚 我们常常会觉得很自豪 因为我们生长在的这块土地上 有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不过我们问一道问题 你了解有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吗 你有去过回教堂 或者是新都庙吗 可能有些朋友 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心里也蛮惭愧的 因为没有去过 更不了解这些文化 那今天早上呢 由董总发起的族群交流活动 就聚集了来自雪荣地区的独钟生 以及来自宗教学校的穆斯林学生 一起走访吉隆坡老区 来一场跨文化 跨宗教的人文交流 这群学生难道是在买早餐吗 不是不是 他们是来自雪荣地区的独钟生 和宗教学生 准备走访吉隆坡慈场街 这个老区警 打卡寻报 大家也在出发前 先来张大合照留念 都说了是要促进交流嘛 主办单位在安排上 也下了心思 让有族同胞都出现在每个队伍 大家一路上也互相帮助 看着地图 寻找着每个指定地点 而第一站就来到了印度庙 大家进入之后 看着超有挑战性的问题时 也只好开口求救了 问题解决后 同学们也在印度庙 拍照打卡 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观地庙 既然是华人学生 带着马来朋友参观观地庙 同学们先去示范并讲解 球签制杯的过程 但从这些马来小朋友的 脸部表情来看的话 相信还是满满的吻号 参观过了两个宗教场所 大会继续向下一站前进 吉隆坡占美清真寺 由于规定女生入内参观 必须穿上长袍 对于第一次体验的华人同学 当然也免不了马来同胞的协助 大家走进祈祷室 听着马来朋友 讲解穆斯林的祈祷方式 也向他们展示部分经文 难得穿起长袍 那当然必须来张selfie自拍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可是非常难忘的经验 我觉得我们要真的去 请神体验才能懂啊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从书上去了解 可是我今天真的是请神 踏在这边的话 这种感觉就真的是很奇妙了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解释 都很详细 然后也让我们重新认识 这个请神寺 带队的老师在受访时 有位参与者之间的跨组交流 感到非常高兴 对于学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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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对于习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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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这一次的老吉隆坡半日寻宝游 除了让学生们进入不同的宗教场所 也到了莫迪卡广场等历史古迹参观 同学们虽然顶着猛烈的大太阳 但对这一次的收获却感到十分满足 而且我的马来朋友同胞在我族的啦 也是很友善 然后他还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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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体验呢 可以跟到马来人一起交流 一起看一些我没有看过的吉隆坡 雖然今天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面对着语言 共通障碍 但也一种这样难得的半天交流 大家透过走访吉隆坡老区 了解彼此的文化宗教背景 让马来西亚的多元色彩 获得进一步体现